單位是公斤除以Cm平方 這個錶也是藍色,一直慢慢用的時候會跑到黃色 那你就要小心了,準備就是沒有瓦斯了 那所以這個壓力錶其實還蠻重要的 噢,剛剛大家應該有看到這個壓力錶瞬間它就跑回0 就代表了剛剛這條管子裡面的液化石油器用完了 所以這個錶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我是施星文老師,我們今天來介紹那個液化石油器的鋼筒 那我們先解說一下它這邊的重量的部分 還有容量的部分 好,看一下 那這個大概就是 5年左右,它就會檢查一次 這個鋼筒有沒有問題 好 它的容量是20公升 那實際的這個是18.56 因為它那個厚度 好,那檢測日期這邊都有寫 好,我們今天的重點 鋼筒裡面裝的就是液化石油器 那這種小試墊還是一般的瓦斯特水器的時候 我們就會裝這個 好,這個鋼筒很厚 基本上這個裡面裝的就是我們國中理化學過的 餅碗跟丁碗,它是一個混合物 然後利用高壓 把這個餅碗跟丁碗壓成液體在裡面 這個還蠻重的 噴出來就會氣體 好,那我們知道說如果我們今天瓦斯一直用 用到後來它會越來越輕 但是你也是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要換瓦斯 所以加裝一個這個 是蠻重要的 那因為最近這個壓力表剛好壞掉 所以我們換了一個新的 現在不便宜 要1000多塊 超過1000了 那我們就不講價格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表 這個表你給它仔細看的話 它這裡有一個單位 來,再近一點 單位是公斤除以cm平方 KG除以cm平方 這個就是公斤除以公分平方 那這個單位的大約就是等於一大七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鋼筒裡面裝的 原本是看不出來是死 你如果買回來都在死 不要嚇到 就代表你裡面瓦斯的大七壓力超過死 所以它是不會下降 所以我們剛裝上去的時候 它都在死 以為是你會覺得好像是壞掉 這沒有壞掉 好,那目前呢 慢慢的它會降下來 那因為現在夏天嘛 用瓦斯用的很少 好,那現在已經差不多剩 差不多,這裡是9嘛 所以大概 9.6左右了 9.5,9.6大七壓 這個大約是大七壓力的單位 好 那當這個表也是藍色嘛 一直慢慢慢慢用的時候 會跑到黃色 那你就要小心了 準備就是沒有瓦斯了 那所以這個壓力表其實還蠻重要的 它這裡有一個開關 就是你瓦斯打開之後 它這個氣體還是不會送出來 你必須要按這一顆 好 那你再把它按一下 好,這樣瓦斯就可以用了 那這個管子 它就是連接到你的 熱水器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管子就是這樣連接 接到你的熱水器 好 那你打開的時候 它這個管子 我們等一下來測試給大家看 看這個管子是好的是壞的 你現在打開了嘛 那它壓力表現在目前是在這個位置 好,那等一下我們會把這個 先把它關起來 好,那你關起來的時候 它這個壓力表還是會維持在原來的位置 但是不要以為是壞掉 這個沒有壞掉 因為它這個 你雖然關掉了 但是它這一段管子裡面 還是有很強的壓力 因為你還沒用掉 那等一下我們就測試給大家看 如果你去 這代表這沒有漏氣 這管子是沒有漏氣的 所以它的壓力表還是維持在那個地方 如果有漏氣 這壓力表慢慢減少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去開一點瓦斯 這個壓力表應該就會降下來 好,等我一下 好,我們現在把鏡頭喬好了 那我等一下去把這個 我這個已經關掉了 好,開關已經關掉了 但是這個壓力表維持的 維持的原因是我剛剛講過 好,這個管子還是充滿著 裡面還是液化石油氣的氣體 所以我等一下呢 我們去把這個瓦斯開一點 把這個管子裡面的瓦斯用掉 所以它的錶應該就會歸零 如果沒有的話就代表 那這個壓力表可能就是有問題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正文 好 喔 剛剛大家應該有看到 這個壓力表瞬間它就跑回0 好 它就代表咧 這剛剛這條管子裡面的 液化石油氣體用完了 所以這個錶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經過我們的測試之後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咧 晚上要洗澡的時候 或者說咧 你要用瓦斯的時候 我們要再把它打開 好,那我先把它打開 好 打開你這個要沒有壓它 應該也是不會跑 好 來 試看看 好 喔 定住了 因為這個關不過去 這裡有一個開關 壓下即通 所以你現在打開的時候 它氣體跑不出來 好,沒辦法跑到這裡 這個管子它沒有壓力嘛 那我們現在給它按一下 好,看一下指針 聲音很好聽 好 那現在呢 大氣壓力 這個壓力表啦 不要說大氣壓力 這個壓力表就大概9.5 9.6左右 那等於慢慢用的時候 這個指針就會慢慢變少 然後最後到這個 黃色的地方比較小心 然後準備差不多就是要換瓦斯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為大家解說一下這個壓力表 好,因為有很多人可能會以為這個 剛裝的時候會以為這個壓力表好像壞掉 我們一開始也覺得這個好像有點怪怪的 那因為一開始的時候超過10大氣 這個公斤除以Cm平方大約就是1大氣 所以這一剛開始裡面灌的壓力還蠻大的 好,當你慢慢用的時候 內外壓力相等的時候 裡面的氣體就出不來 你的液化石油氣就出不來 所以你就是要準備換的 所以 基本上我們一定會裝一個壓力表啦 要不然的時候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換瓦斯 如果比較好的他會跟你說裡面還很多你繼續用 但你不可能用到完全沒有 如果冬天的時候那你真的會能死 對不對 或者你在煮東西 所以這個壓力表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花一點錢 那這個壓力表 如果問過你可能要去那種 例如說 Sakura櫻花 就是賣這個 廚具的那個才買得到 那一般的那種什麼 鎮魚啊99賣場那些基本上都買不到 那這一顆我們是跟這個瓦斯行買的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就是介紹這個 液化石油氣 這個表 如何的使用 那希望大家可以 不會的可以學一下 那以後就不會說 這個是不是壞掉 好 那我們今天解說 液化石油氣 就到這邊了 好 好 為大家解說這個表的問題 好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要 解說液化石油氣上面的這個指針表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在右上角可以訂閱我們 或者幫我們正想按讚 視信玩老師 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好啦要會用表格喔 這個指針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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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